因为我们没有空调 对 法国呢一般家里都没有空调 我可以说90%到95%以上都没有空调 没有安装空调 我们家多多一会儿要出门 这不行吗 这个防晒霜要涂好知道吗 你脸上涂一点 哎呦 涂一点 在这里会脏了 脸都不洗就涂疯了 好白啊 把你的肩膀 对 不是肩膀 是从手臂也涂一下 把这踏死 就是你要把它涂均匀就不会有涂涂了 头发上都有了 你怎么涂的 哎呦我以为有点白 对没关系 它防晒嘛 今天多多她的同学生日 然后约在这个公园玩 她爸爸送过去了 实在是太晒了 我和二宝就不过去了 一会儿我们买完东西过来接下 小朋友们会面啊 这两天真的是又热又晒啊 要给我们家二宝做好防护 把多多送到生日聚会以后 我们过来看一下跳蚤市场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每一个村每一个镇都有自己的跳蚤市场 是吧 是传统的文化 每年要一次买买出不要的东西 不要救 每年一次 只有一次吗 每个村一次是吧 我洗后两次了 一到两次 你们可以看 今天因为天气的关系 没有什么人 话不顾不顾不顾 你们看一下这么多的玩具 那个娃娃 今天太热了 这个好好看 那个木头做的玩具 是不是 这边是木头做的 一般这种跳蚤市场真的人会非常多 但是今天真的因为天气的关系 很多摊位都收了 早早回家了 今天最高温度到了38度 搞了点冰糖银耳消暑 弄好后在冰箱里面冰镇了一段时间 你们看这个大枣 非常大一颗 是我表妹从新疆给我寄的大枣 放了枸杞 我很喜欢吃栗子 然后弄了点栗子进去煮碎了 小风扇给小西米吹起 酱酱暑 吹着这个安静一点了 对不对 太热了 这两天真是天气是热的 真的热的受不了 35度 今天下午呢 温度还达到了38度 在法国北方 很少有这么热的时候 一年也就这么几天 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受不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没有空调 对 法国呢 一般家里都 没有空调 我可以说90%到95以上都没有空调 没有安装空调 为什么会没有空调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 环保 第二个呢 主要的原因呢 其实是 就像刚才我说的 一年的话 它就热了那么几天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没有必要安装空调 因为安装空调的手续很复杂 然后价钱呢 也不便宜 那么你就热这么几天 那么安空调是不是很不划算 我还听说像那种 就是住在大楼里的话 你要安装空调的话 你要得经过每一个户主的同意 就是你要写意向书 要是这一栋的所有住户呢 他们都同意了 你才能安装空调 但是如果只要有一户人反对安装空调的话 那你整一栋楼都是不可以安装空调的 是这样子的 那像你不是住在那种大楼里 像这种一栋一栋的房子 别墅的这种住户呢 他想安装空调的话也可以 但是我听说价格是三千到六千 我不等了 只是安装空调啊 就非常的贵 然后呢 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那个空调的箱子 那个它是不可以放在 就是不可以漏在户外的 所以你还得给它藏起来 所以整个手续呢 你算下来就会很麻烦很麻烦 然后很多人就想了 那既然安装空调这么的麻烦 然后也不便宜 那么一年它就热这么几天 那我还不如是什么 就不安了 其实很多时候在这种热浪来袭 说在法国 我们会看到新闻 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 他就会对 就这样被热了没了 人就没了 所以这边热浪来的时候 天气很热的时候 真的还是满难熬的 没有一个空调 那么没有空调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太热的时候 我们就吹吹风扇 就解决了这几天 比较热的那种烦恼